是屋主對於這個房子 最青睞的地方 但是因為建築物外型 而產生很多靈角的格局 卻讓它相當頭痛 這樣棘手的案子 交到湯振權設計師手上 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在今天幸福打人當中 我們要帶各位看到這個房子 我覺得它的建築外觀 真的是非常地吸引人 通常這種漂亮 然後可能波浪性的 外觀第一眼吸睛 但它的室內空間 特別是格局交到設計師手上 是視頭痛的 所以湯振權設計師這格局 不好整齁 是 因為一開始 當然我們看外觀是很炫也很漂亮 但其實在室內裡頭 其實它的房子不是方正的 所以你會發現裡面的格局 有很多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是一個公共的廁所 所以實際上你一進門 不是像現在這樣一個開闊 是完全是一個密閉的走道 廁所也沒有採光 也沒有通風 我們就乾脆把廁所整個移動到 另外的這個房間這個部分 所以整個這個地方 突然間餐廳跟客廳 突然間就連接 也就開放 也就舒服了 好 那重點是 這個管道間是整棟大樓的嗎 你移了客用的位於 你不可能把管道間搬走啊 對 不能搬 那你怎麼處理這一支 大的管道間的空間 我們在處理這個管道間的過程當中 但這個區域是剛好在餐廳跟客廳的交接 所以我們跟客戶溝通了之後 我們建議他在那邊 做了一個酒櫃 這一個吧檯這樣一個形式 剛好就是你身後這裡對不對 對 它很棒耶 它是一個三角形的一個 輕實吧檯空間對不對 對 它是剛好 我就講它是一個零形的一個很奇怪的空間 那剛好一個三角形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個管道間 把它重新包覆起來 那整個氛圍也有了 功能性也有了 然後客戶他本身也有喝紅酒 所以我們就在那裡幫他把整個紅酒櫃 這各方面把它做了一個 這樣一個三角形的一個吧檯 這樣子的好處是各位 在這樣子不規則的外觀下 它的客廳竟然可以變得是比較 接近方正的一個客廳 因為我們重新幫他整了 所以他的客廳突然間也方正了 然後整個客廳因為比如說 像他走的有一點美式 音式這種帶音式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客戶也喜歡一個壁爐 所以我們也在他旁邊 設計了一個壁爐的一個氛圍 在他的電視牆的那個地方 因為客廳那一塊我們還希望 有呈現另外一個開放的一個書房 所以我們在客廳的電視牆的背後 我們就幫他設計了一個書櫃 所以連接到他的一個書桌 書房包括一個展示的區 其實那個區也是一個菱形的地方 可是你不會覺得不舒服 OK 所以格局真的很重要 對 他原來的這個廚房 其實是小小然後是E字型 是 他原本的廚房設計 就很窄 然後是一個密閉式的 因為剛剛提到 這個區域其實還有一個廁所 所以你看扣掉一個廁所空間 然後一個廚房在密閉 其實這個空間是非常不舒服的 對 那我們把它整個餐廳跟廚房 整個打開來之後 今天會發現 廚房其實它是一個V字型的感覺 我很少看到V字型的這個 廚房加中導吧台 那剛好配合他的空間的一個 一個不規則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的感覺其實也針對廚房 它反而有它不同的一個特色 它的功能性其實也蠻實用的 OK 其實方便 你看他做菜嘛 是 可能轉身中導的檯面 對 切好的菜我就下鍋了 對 動線上我覺得也還蠻省 省師省力的啊 對啊 所以完全都是在那邊料理 那反而把一些電器的設備 方便就放在我們這裡面 OK 就單純的 我只能說這個格局改得好 而且改得非常漂亮 解決完今天這個房子最主要的問題格局之後 我們要來看風格 因為這房子一進來就有一種清爽的感覺 對 其實屋主一開始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他就希望說其實現在走美式的也蠻多的 但是在美式裡頭他其實想說大部分都是白色的這樣一個基調 所以他就考慮說 那他的房子那這邊有沒有可能用其他的顏色 那後來就幫跟客戶大概討論一下 我希望說其實在客廳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幫他弄的比較藍灰色調這樣的一個基調 那其實這樣子的感覺會讓人家覺得 其實他的房子裡頭他的質感啊 沉穩度其實也都還蠻足夠的 而且就清爽然後舒服心情就是愉悅的 對 沒錯 那相對的在餐廳的部分 我們又稍微把它又用了另外一個顏色 那這個部分當然客戶他覺得說 平常啊可以在廚房裡頭啦 料理啊怎樣 因為這是一個還蠻愉悅的一個空間 所以他希望比較活潑一點 我們就讓他用了一個Tiffany藍這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都帶藍 只是有著當中帶點灰的感覺 是 我要講喔 因為可能觀眾朋友透過鏡頭看 他的色系只看得到整個氛圍 對 可是倩雲要分享給你的是 我手去摸那個漆面的觸感 嗯 很特別 對 其實他在我們在幫他做這個烤漆的部分 我們幫他加了另外一種比較特別的 他本身表面是有一點像那種顆粒的 一個噴沙面的這樣一個質感 那當然除了在質感上我們幫他考慮到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我們是希望說 這樣的漆面它的在硬度上 還有在它的保養上實際上比較方便 比傳統那種 Burr亮的那種漆面來講好保養一些對不對 好保養很多 我覺得摸起來觸感也還滿不錯的 是 好 那麼今天的空間裡面 屋主對收納的需求 他的東西真的很多 但是他的收納要做足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附加的條件 那就是 另外的條件就是因為其實屋主他對於說 他這個房子他也滿注重清潔 對 整潔包括保養這些 我們剛剛講漆面也有提到了 所以在他的這些收納我們在 比如說像他的客廳的書房 那書房其實它是一個不規則的 一個三角形的一個菱形地 那我覺得說在他的一個 書櫃的一個展示的過程當中 幫他貼了一些鏡面 包括打了燈光整個感覺 因為書房它其實的氛圍會出得來 OK 當然客戶提到的說 他的清潔所以我們在表面 幫他做了一個玻璃門片 整個清潔各方面視覺 其實都符合客戶的需求 而且他其他大量的收納的部分 也都是有門片 避免沾灰塵的對不對 沒錯沒錯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還考量的滿仔細的 他將來要怎麼去整理他的這個房子 對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講 一開始我們就提過 因為這個房子本身的格局 其實真的不像一般我們看到 是可以切四方塊或長方塊 對 所以他主臥室也是個不規則型 而且其實主臥室的面積不大 但這邊有一個設計的方法 我覺得很棒 我看了我喜歡 對 其實屋主 那夫妻兩個人 其實對紫色調 還滿有一部分的偏好 那以空間來講 其實主臥室它並不是說真的非常大 但我們有收納這些功能 所以後來我就建議他其實可以用壁紙 取代漆面對不對 對 那種整個感覺 你從壁紙貼起來 局部的地方包括踢腳板的這些收尾 包括線條的一些處理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突然間那種紫色的感覺 會比直接是漆面的 還要有感覺 還要有氛圍 好 所以我想其實 以美式或是歐式的空間來講 顏色有很多種 今天我們給你這種參考的色系 就是藍灰色灰藍色 帶點Tiffany Blue 它或許可以給你另外一種 對於比較歐式或美式空間 不一樣的想像空間 對 想欣賞更多湯振泉設計師的作品 請上幸福空間網站搜尋 明天 明天 明天